大家好 进入了夏天 很多花药家里的豆腐 都出现了 黑腐 这个时候 家里一招 轻松解决 我们养护最关键的 还是预防卫助 豆腐出现黑腐之后 我们 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剪一刀 看一下这个进甲部位 有没有黑腐 如果有黑腐的话 继续剪 剪到没有黑腐为止 接下来 把底部的叶子 给它掰掉一部分 把这个伤口晾干 然后再拿去 重新剪插 夏季 都有黑腐 很多原因 是 浇水太勤 闷热 闷根 通风不好 导致的 我们 最好的预防 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每隔 一个月 浇水的时候 用二枚零 一堆一千毫升的水 然后呢 往花盆边沿 这样给它溜一圈 不要完全浇透 溜一圈 就行了 温度呢 最好就是 空气在30度以下 这样呢 你的多肉 才能更好 更健康的生长 好了 下季 养护多肉 我们一定要做好 杀菌 加强通风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